不过我想问你的就是 那你今天来找的这个主持 行政公关讲师 有四个岗位 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哪一个 其实我个人是 特别热爱主持的事业 但是面对现实的时候 作为培训师 又比较地贴合实际 那你对自己的期望薪酬是多少呢 我期望薪酬 因为我是一个来 就潜心求学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薪酬是八千一个月 我觉得对于圆圆来讲 就是她是有基础的 那如果说你要放到求学心态 我建议你从六千家企业 作为一个定位 当然了 你后面一定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让企业家给你加到八千家 我报八千的薪酬 是因为我现在所处的阶段 挣的工资是八千 对 但是如果在对方那里 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能让自己内在提升的话 资金 薪酬可以慢慢去涨 来吧 各位企业家 考察一下刚刚 申圆圆的整体表现 然后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申圆圆 真的好紧张啊 十二盏灯都留下了 谢谢 谢谢大家 在电视里看和今天 自己站在这儿等待的那一刻 感受真不一样 对 对 真的 好 接下来进入你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但是 今晚 rare mama 因为我之前 然后接下来 这样